监底站人员冲出来 他们会同警方在高铁苗栗站外 机查违规载客白排车 先生不好意思 我们是监底站的 我们现在在做那个 自用车违规影业的机查群体 原来他们发现乘客下车前 掏钱给驾驶 他有时候来就顺道带我来啦 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我只知道是郑师兄啊 郑师兄是我们寺院里面的义工啊 载人的司机是谁 乘客说不出名字 甚至乘客跟驾驶两个人都坦诚 一个付了两百元 一个收了两百块 因为郑师兄那方便啊 他就载我来啊 不然的话有时候是那个 里面的出家人帮载我来啊 我是不太好意识上 出家师傅载我来啊 你付多少钱给他啊 没有那只是补贴他油钱而已啊 我不管是油钱 就是你给多少钱给他啊 我只是给他两百块啊 7月20号下午 苗栗监里站机查人员 协同警方在高铁站附近 针对可疑车辆拣 发现一辆黑色自小客车 违规载客 双方坦诚 是由厚龙桑椰寺到苗栗高铁站 白台车第一次要发十万块 然后再到掉扣四个月 然后车牌也要掉扣十个月 根据了解 如果搭计程车跳表 从桑椰寺到苗栗高铁站 大约150元 不过当地轿车不易 乘客因此花两百块 搭白牌车到高铁站 苗栗监里站指出 为了遏止白牌车违规揽客 他们将持续不定期不定点 会同警方机查 保障合法计程车权益 也呼吁民众别搭乘违法自用车 因为毫无保障 万一发生事故会求偿无门 TVBS新闻谢古金红 采论苗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TVB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